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日,湖北宜昌市中医医院的医生马林、华民在自家小区带着6岁的儿子跳楼,双双身亡 这一天正好是护士节,本来应该是医护人员最光荣的日子 马林是医院里的技术骨干,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还曾带队冲锋在第一线,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表扬 同事也说马医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特别有责任心,经常加班加点,经他手的病患,治愈率很高 可是,没有想到能够妙手回春的医生,治得了他人的病,却治愈不了自己内心的伤 我们都很难想象,一个看过许多生死的医生,在决议复死前,内心会经历过怎么样的煎熬 一个父亲,又需要多少的勇气,才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向绝望的深渊 有人说,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痛苦,就不要随意评价他人的选择 可我还是禁不住惋惜,连生命都可以抛弃,为什么就不能把心里的苦放下呢 人生的坎虽然多,可是只要活着,终究有办法度过呀 人生,最难得的是放下,众生皆苦,因为执念太多 我们执着于不爱你的人,不喜欢的工作,不属于你的名语力 说到底,活着其实是活一种心态 心态对了,往后余生,还有一万种可能 而走向死亡,就意味着连余生都放弃了 人生没有技巧,就是笨笨地熬 2017年,年轻导演胡迁自已身亡 生前他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 29岁生日那天,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奋斗多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 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 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 最后,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压在自导自编的最后一部电影上 这是他的心血,也是他的尊严 可是,制片方的冷漠,投资人的嘲讽 最终让他的心一点点变凉 在奔走无果后,这个充满阳光的大男生 默默整理好头发和笔记 在楼道里用一根绳子与这个世界诀别 没有留下遗言 五个月后,胡谦导演的一作《大象席地儿》作 在柏林电影节横空出世 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大奖 评委称赞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大师级的 可惜,胡谦却看不到这些了 哲学家罗素曾说 人生就像条河 有时候河深狭窄 夹在两岸之间,河水奔腾咆哮 流过巨石,飞下悬崖 可是一旦渡过去 河面逐渐展宽 两岸离得越来越远 河水也流得较为平缓 最后流进大海 与海水浑然一体 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会遇到一段难熬的时光 生活最苦痛的那几年 就是你走过的最狭窄的地方 最可惜的 不是一辈子碌碌无尾 而是你明明就要冲扑爱口 奔向大海时 最后却选择绝望放手 《岛上书店》里有这样一句话 也许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最痛苦的那一年 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 撑不住 你的方华也就戛然而止 撑住了 你会发现苦难不过是 魔力的另一个代名词 所以过好一生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笨笨地熬 当你在黑夜咬牙坚持的时候 一回头 发现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杨教老师在一百岁感言里说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做人实在是够苦 成年人的世界里 从来没有容易二字 许多年表面上光亮无比 其实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可这世界上 总有一些东西 让我们在绝望时 找到希望 在黑夜里 让我们看到一丝丝微光 我一个朋友小徐 从小娇生惯养 三年前 家人做风险投资 一夜亏掉近千万 父亲跳楼自杀 小徐离家出走 整整三天音讯全无 家人还有朋友 到处寻找 怕他想不开 直到有一天 他深夜回到家 跪在母亲面前 挖得痛哭一场 然后擦干眼泪说 妈 从明天开始 这个家由我来扛 后来 我问他 这些天到底去哪里了 他说去了工地和医院 在工地里 他看到无数的农民小哥 和他一样的年纪 却在水泥堆里 苦苦讨生活 在医院的走廊里 他亲眼看到 有人出车祸 被送进急救室里 受着巨大的痛苦 却拼命想活下去 我有手有脚 过了二十多年舒服日子 有什么资格 不好好活下去 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里 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刻 甚至想过死亡 万般皆苦 为人自度 你就是自己 悄无声息的百度人 就像韩松洛所说 所以要等 所以要忍 一直要到春天过去 到灿烂平息 到雷霆 把他们轻轻放过 到幸福不请自来 才笃定 才坦然 才能在街头淡淡一笑 我在记你的漫画中 读到过这样一段话 终身难忘 我掉入井中 最深的绝望时 却低头看到了 满满的星光 生活总是给我们 接二连三的困难 让我们疲劳绝望 但是换个姿态来看待 你会发现 即使身处绝望 你的周围 还是会有最美的风景 也许我们终将在 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变得沧桑 但只要心中有光 即使寒夜里 也能看到方向 万物皆有裂痕 只要心存希望 那便是光进来的地方 你可以比想象中更强大 豆瓣之前有一个话题 说一说 你生命中最难熬的那段时光 是如何度过的 我们看到这些答案 一点一点地熬 其实日子没有那么难熬 随着时间的流失 心态会慢慢改变 因为知道会熬出头的时刻 所以一直坚持用时间去沉淀 熬过了那段时间 我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候 是我自己挣扎着爬起来 不是那些看客过客拉我起来的 相信在这世界的某一角 还有人和我一样 一起面对这段悲催的岁月 我们都要坚持 这就生活最真实的样子 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 岁月都不曾放过你 越是在这样的苦涩里 生命里的一点甜才显得尤为珍贵 前年 有位外卖小哥 学过两年钢琴 送餐见系看到接单的地方有价钢琴 就在取得同意后弹的一曲 没想到这段钢琴独奏在朋友圈刷了屏 屏时里 他只是不起眼的外卖小哥 当他抚摸钢琴的时候 他却洗掉一身的风霜 而展示出生命本身的光彩 没有谁的人生是无灾无难的 生活越是艰难 内心越要选拦 就像习慕容说的 挫折会来 也会过去 热泪会流下 也会收起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 因为 我有着长长的一生 人生最难的修行 就是与自己和解 接纳自己的失败 接纳自己的平凡 接纳生活给我们的千金重担 请记住 人生是我们自己的 熬过苦难 你也是长长一生中的平凡英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你就在哭 朦朦的我 少做错 然而你每一个小独座 都会让我特别幸福 再后来 你就慢慢的不再苦恼 自己学会了走路和奔跑 让你每一次的跌堂 都在我心里 泛起波澜 未来的路 还有很远很长 亲爱的宝贝 亲爱的宝贝 你不用情话 我相信不管有多大的风浪 你都能自己依靠 未来的路 还有很远很长 亲爱的宝贝 你不用彷徨 如果你是在委屈的时候 别怕 在爸爸的肩膀 困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